母亲在儿子饭里下春药,趁他撒尿时让他喝下大补汤,见他一边喝一边尿,母亲感到异常欣慰,心想,自己的傻儿子定能在洞房时变得更加男人。 可泰宇当晚喝得烂醉,躺在小酒馆不省人事,这时一位少女走了进来,她是泰宇心心念念的心上人,还梦想和她睡上一觉。 回家的路上,泰宇又撞见一名落单的女学生,在酒精的作用下,她错把陌生女孩当成了心上人,再加上母亲日记月累给她喝的大补药,此时此刻,她瞬间那女人来了兴趣,连忙尾随女孩,嘴里还不断说着轻浮的话语,女孩有所察觉,害怕地躲进小巷,拿起石头就砸了过去,该大骂她白痴,泰宇有些生气,但因为怕黑,最后仓皇跑回了家。 结果第二天,女孩就意外死在拉二楼的栏杆处,尸体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死去,警方在排查现场,查出一枚高尔夫球,上面赫然写着泰宇的名字,毫无疑问,泰宇成了最大嫌疑人,母亲哭着跑了很久,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带去警局。 看守所里,一名警察威胁泰宇脱掉裤子,拿出一个苹果让他咬着,然后一脚踢飞,这是韩国警察逼供的惯用招数,泰宇本就神志不清,被吓得瑟瑟发抖, 问题一个都回答不出来,警察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泰宇就是杀人凶手,不过有路人目睹泰宇当晚曾尾随女孩。 再加上那枚写着泰宇名字的高尔夫球,杀人凶手就此确认,最后还拿了一份认罪书让他签字,上面明明白白地记录着全部的作案细节。 泰宇不懂认罪书是什么意思,觉得好玩,直接签下了名字,母亲得知后却说了这样一番话。 听到母亲也认为他白痴,泰宇发了好大的脾气,母亲根本不相信是儿子会杀人。 他把矛盾点转移到了警方刑讯逼供上,结案的第二天,案发现场急满了人。 泰宇按照认罪书上给出的细节,一遍一遍重演了杀人方式,而母亲则发动亲朋好友,在人群中发放传单。 逢人便说警察利用刑讯逼供的手段让儿子认罪,但这样的说辞在那份认罪书面前没有任何说服力。 没办法,母亲又拿出全部家当,请了国内罪贵律师为儿子脱罪。 事前还特意抹上鲜艳的红唇,只为讨律师一个笑脸。 然而律师却说,精神病坐牢,肯定会留样观察,过个两年就能出来。 母亲当然接受不了儿子成为杀人犯的事实。 她再次来到看守所,询问儿子当晚有没有见过什么人。 泰宇答非所问,却无意间提到了好朋友郑泰。 郑泰从小就不学无术,干了坏事,经常甩锅给泰宇。 母亲瞬间明白了什么,她捏手捏脚地来到真语家中寻找证据。 果不其然,一把真有血迹的哥尔夫球杆被保存得很好,母亲兴奋至极。 这下,傻儿子终于能摆脱嫌疑,然而门外却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 男人脱掉女孩的上衣,全然不知,衣柜里还藏着一个女人。 四个小时后,一男一女终于沉沉睡去。 女人拿着球杆,小心翼翼地走出衣柜。 由于长久战力,两条腿不听使欢的打颤,只能捏手捏脚地跨过满地水平,可还是不小心碰到了一瓶水。 睡梦中的郑泰隐约察觉到了异样,好在女人及时逃出了屋外。 母亲一路上,紧紧抱着偷来的哥尔夫球杆,因为上面的血迹能证明儿子并不是杀人凶手。 他气势汹汹地来到警局,但警察却看着录像带发酵,原来郑泰并没有熟睡。 他清楚地知道,有人偷偷潜入了房间。 为了自证清白,他拿出录像带,展示球杆上的血迹。 警察看着口红印,无奈地摇了摇头,母亲更是尴尬地物之所措。 儿子没救回来,又没了查下去的线索。 他失落地走在大雨中,途中扯下大爷车上的一把破伞。 想了想,还是掏出十块钱买了单。 即使已经这么命苦,他也想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。 然而刚回到家,就发现家中有位神秘男人,凑近一看,原来是郑泰。 很明显,他对白天的怀疑十分介怀。 为了平息这件事,他威胁说,必须拿出五百万韩元。 母亲势单力孤,只能拿钱了事。 不过郑泰和泰宇毕竟是朋友,他建议阿姨换个人物调查。 因为死去的那名女孩,身边男人无数,完全不排除财杀、情杀和怨恨等情况。 母亲恍然大悟,若是换作谋杀,一定会将尸体仔细掩埋。 而女孩则被光明正大的倒挂在阳台上,那么凶手一定是恨极了他。 有了调查的方向,母亲每日都蹲在学校,盘问来往的学生,很快就得知了全部。 死去的女孩名叫文雅中,因为母亲死得早,父亲又和别的女人组成了家庭。 小小年纪,只能跟着酗酒的奶奶生活。 为了生存,女孩只能不断地结交男朋友。 不过她有个习惯,每次都会偷拍一张和自己交易的男朋友。 母亲似乎找到了漏洞,但还没等她着手调查。 看手锁里的泰语,竟为别人叫她白痴和别人打了一架。 突然,泰语像是想起了什么,眼神阴森地看着母亲。 母亲被吓得精神错乱,当年那碗杀虫剂,没有夺死儿子,却烧坏了脑子。 母亲震惊不已,怀疑儿子已经恢复了记忆,急忙拿出针灸要为他缓解痛苦,可泰语似乎并不相信母亲。 走出看守所,母亲无助地望向窗外,当年的事儿一直是她挥之不去的噩梦。 没想到,儿子竟奇迹般地恢复了五岁时的记忆,但现实容不得她悲伤。 为了尽快找出凶手,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女孩的手机。 经过多方打探,终于在女孩奶奶的米缸中找到。 母亲将手机里的百余名男友挨个儿翻给泰语看,突然,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,让泰语情绪十分激烈。 女学生被傻子尾随,她机智地躲进漆黑的楼道,傻子因为惧怕黑暗准备离开。 女孩却丢出一块巨石,还大骂她弱智,这话彻底惊怒了泰语。 母亲说过,谁要是欺负自己就要打回去,泰语拿起石头就丢了出去。 殊不知,石头正中女孩头部,当场死亡。 泰语神志不清,看见女孩突然倒地,以为她受了伤。 为了救她,连忙将女孩拖到了二楼栏杆处,想要以最明显的方式提醒大家前来营救。 可这一切都被躲在角落里的老人目睹,泰语所谓的营救,在她眼里成了谋杀。 说着,还故意模仿泰语双手摩擦的惯用动作。 母亲从老人口中听到傻儿子的全部犯罪细节,她不敢相信,大声否认一切罪证。 老人看着眼前的女人莫名其妙,突然,她像是想到了什么,说着就要去警局报警。 殊不知,眼前的女人正是凶手的母亲,为了保护儿子,她拿起一旁的斧头,狠狠地砸了下去,一下,两下,三下。 等母亲反应过来,老人已经没了呼吸,最后她心一横,直接放火烧毁了房屋。 从此,再也没人知道泰语的所作所为。 结果母亲刚回到家,就得知了一个好消息,警察抓到了杀害女孩的凶手。 她曾经是女孩众多男友中的一个,最名为情杀,母亲看着对面痴痴傻傻傻的男孩才明白,所谓的真凶,不过是类一个地罪羊。 母亲有些不忍,但为了自己的傻儿子,她最终选择将这个秘密埋藏一辈子。 就这样,泰语成功脱离嫌疑。 初遇这天,震泰开车带她路过流浪汉那间被烧焦的住处。 泰语眼神呆滞地看着她,似乎想到了什么。 饭桌上,泰语还故意提起,流浪汉的尸体为什么被放在房梁上。 母亲刺锅子的埋头吃饭一言不发,泰语和母亲踏上了旅游的大巴,可谁知她半路突然拿出一个绣着花纹的盒子。 这是之前火烧房子时,遗留在现场的针灸盒。 母亲无比震惊地看着泰语,为什么她能记得如此清楚? 又或者,她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报复自己。 母亲再也无法忍受,她拿出一根银针,狠狠地刺向了自己的大腿,然后缓缓扭动着身躯,在喧闹的人群中跳起舞来,因为只有这样,她才能忘记所有伤痛,忘记她亲手残害的男孩和老人。